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试演 在这一期的中国古代金国英雄 今天我们将讲述寻冠 史书上关于寻冠的事迹并不多 但是作为一个13岁的少女能有如此的胆识 不得不敬佩 寻冠生于晋慧帝太亚二年 公元303年 是曹操重要谋士寻育的五十孙女 她的父亲是晋朝平南将军寻松 她从小就跟在父亲寻松身边 行军作战 不爱红装爱武装 为了迎合她的性格 她的父母聘请了几位名师 来教授她武艺 十岁时 她就能骑马射箭 百步穿羊 精通刀枪剑技 尤其是一杆小银枪 耍得那是出神入化 她平常还喜欢骑马打猎 射飞鸟 追野兽 让许多男子都自叹不如 历史背景 西晋末年 八王之乱 八个司马姓的王的宗室战争 天下大乱 各地发生叛乱 建兴三年 公元315年 奉进敏帝司马业 西晋末代皇帝 安南将军第五役的命令 猛将度 曾率领一万多人马包围晚成 晚成首将 是支持狼牙王司马瑞 后东晋开国皇帝的 平南将军寻松 寻松是曹操重要谋士 寻谕的第四师孙 晚成首军不到一千人 肚层连续几天攻城不下 双方陷入对峙状态 召集对策 寻松立刻召集了 晚成的大小官吏 商量对策 寻松说道 现在形势非常危急 城中的粮食 只能勉强撑一个月 我们应该向香城太守 食篮球员 谁愿去 这番话一出口 大堂下的大小官吏面面相去 谁都不敢开口 寻松看住他们 发现没人愿去 非常生气 只能哀叹道 好吧 既然你们不去 那我去吧 说完他站起身 准备离开 众人急忙围上前 纷纷劝阻 我去 一阵清脆的声音 从人群后方传来 像黄鹰一般动听 众人惊讶地转头望去 喧嚣的大厅顿时安静下来 一位十二到十三岁的少女 走进了大厅 朝着寻松走来 众人纷纷让开一条道路 寻松的怒气尚未消退 听到声音后吃一惊 再仔细一看 又吃一惊 原来是他的女儿寻惯 寻冠走到寻松面前说道 宛城不能没有爹 爹要是贸然离去 探军一旦攻城 守军没人指挥 城池难保 还是让女儿去吧 寻松当然不愿让小女儿冒这个险 寻冠又说道 宛城危在旦夕 一旦城破城中数万百姓遭殃 冠儿虽然是女儿身 可绝不比男儿差 如果能冲出重围 求得援兵 晚城可保百姓得救 如果不能突围 顶多一死和足聚灾 这也不负 爹十几年来的养育之恩 周围的官吏都感到震惊 寻松犹豫了很久 寻冠继续说道 女儿不会有事的 等到深夜时分 叛军的防守会松懈 我就可以翻越城墙 趁夜突围 求得援兵 面对寻冠的再三请求 寻松叹了口气 也只好答应了 突围 寻松放心不下 挑选了十几个勇士 和寻冠一起突围 到了深夜 寻冠系好头巾 绑紧腰带 穿住铁甲 背住长弓 腰间挂着长剑 还带着两把绣篮刀 看上去像个女将军 寻松为女儿送行 再三嘱咐道 路上要小心 寻冠回应道 父亲请不要过分担心 我会快去快回的 说完 寻冠带领几十名勇士 顺着绳索下城 他们悄悄地成夜色 突破了重重包围 再说 杜曾的军队哨兵 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察觉到了寻冠等人 立刻一路追杀他们 寻冠和众人边打边退 向北鲁阳的山中逃去 最终只站到寻冠一人 成功逃脱 寻冠日夜兼程 经过三天的奔波 终于赶到乡城 见到了石兰 并将父亲的书信 交给他 详细说明了情况 石兰见到寻冠 是一个年幼的女子 冒险长途跋涉而来 对他的勇气和胆识 感到非常惊叹 阅读了信件后 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杜曾是个勇猛善战之人 我手下可去救援的 只有五百骑兵 毫无胜算 要是我们能请求寻扬太守 召访派兵相助 定能解救晚城的围困 寻冠当即决定 贾接父亲的名义 给周房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如果晚城失守 叛军迟早会全力 进攻周边地区 将军必将首当其冲 将军应该明白 纯王齿寒的道理 如果将军愿意出兵 援旧晚城 平南将军寻松 愿与将军结为兄弟 共同分担困难 信上签名的是寻松 石缆看过后不禁赞叹 妙计 随即派人迅速送去给周房 周房和寻松 原本没有交情 周房出身于平寒家庭 看完信后 想到寻松是名门望族 竟然愿意与自己结为兄弟 非常感动 立即派遣长子周府 率领三千精兵 与石缆的五百骑 一起迅速出发 前往原旧寻松 杜曾得知石缆和周府 两支军队前来 只得下令撤军 结了晚城之尾 后续 此后不久 周房为儿子周府 向寻松提亲 府迎娶寻冠为妻 寻松欣然答应了这门轻事 总结 在那个生死存亡之际 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七尺男儿 都不敢做的事 为什么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子 能有这样的勇气和胆识 虽然说寻冠从小恋悟 但是如果没有把整个城的 父老乡亲们的危机放在肩上 又怎会冒着生命危险 去叫救兵 所以他可以称得上 中国古代金国英雄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请记得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见